有没有一个推介说 这些如果没有花茶的话 其实一天或者隔两天喝会比较好呢 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以夏天来说 一天两天可以隔天来喝 或者你连续喝三五天 都没什么问题 就可以喝 我听说英国的那种花茶 那种不知道医生有没有研究过 现在在外国引人的各种西约 它这种叫做花草茶 跟正式我们说的花茶是两个概念 我们说的花茶喝香片 梅里花茶就是香片 或者桂花茶这类 就是茶叶混合了花香味 就是制作的时候 现在时下的就是花草茶比较多 什么芬衣草那种 芬衣草、玫瑰花 直接是拿花去泡 直接找花去泡茶 直接找花泡茶 玫瑰花是最经典的 有些疏干解屈、美容 主要是女性适合喝 但是你说长期喝 我都觉得是会有些问题的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喝 分衣草也可以喝一点的 它可以安慎 分衣草也可以 那国外比较流行的 就是新西约那边有个月见草 这个痛经是一流的 你说女性痛经的 你冲个月见草茶去喝 这个就很明显可以 那有没有人用义母草来泡茶喝 义母草都有 义母草是女性会比较好 义母草加少许草 加少许草加少许草 它经典会痛的话 经典会痛的话 它用这个也很好 好的 第二个是鱼腥草煮生姜 应该是用鱼腥草筋 筋 鱼腥草筋就会比较怪味 鱼腥草筋的味道是很净的 在夏天的时候就在广东的增城附近 就很流行的 用鱼腥草筋 加少许草姜就煮了去 鱼腥草是有点利烟喉 利烟喉和烟喉火清热的 那生姜我们说是通氧的 一个寒的一个热的 热的 就是中和饭 它可以很充分地去解暑和发汗 但是这个茶就不能超过午时喝 超过午时喝它就会粗 早上起床喝阳气生发的时候喝 怎样的茶就很特别 阳气生发 不要中午喝 中午喝就不会喝 过了中午之后喝就会喝什么茶 就会上火 但適合我们 我们每个都是用喉咙 如果经常用烟喉的话 这里下面第四个抑气氧蔭 这个会比较好 它里面是有太子芯 有西洋芯 有少许蜜冬 太子芯和西洋芯较少许蜜冬 蜜冬就较少许蜜冬 蜜冬是一种什么功效的 蜜冬是养肺阴 蜜冬是养肺阴 纯养阴是相当的好的 因为你们基本上是 常常说话 是 常常说话 肺阴不足够 所以它只要行肺 养肺养阴 西洋芯就补气多一点 是 太子芯呢 太子芯也是这样的道理 这个你就煮了它之后 煮它十分钟左右 然后放一点冰糖下去 你们拿来喝 可以煮两次左右 即可以反复煮两次左右 这个是离咽喉 这个茶会否分些什么寒底 热底不能喝 又分午时之辞 这个没说到 但这个也是要分底子 因为你也是少许蜜冬 那小二七星茶呢 七星茶里面主要是 勾藤、前退、山渣、麦芽、淡烛叶、二米 以及灯芯草 这七样东西为主 它主要是去心火和清肠热 会比较好 所以小朋友如果是吃奶粉 就可以敢不敢喝七星茶 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是 面青青的 头发又黄黄的 即体质也是偏弱的话 喝得多也不行 这个就建议喝一个 我们叫三星茶 即七星茶里面 去了四味 剩下一个是二米 一个是山渣 一个是麦芽 如果是吃肉的小朋友 就加麦芽好些 如果是吃饭多的小朋友 就加菊芽 那他这个汤就会比较平和 但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 其实他的饮量的次数 真的要把握 不可以经常喝 七星茶如果是吃奶粉 一个星期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一次两次 三星茶就可以隔日 一次半次也不怕 那我想问一下 这种茶 同样对于小朋友的计算 要不要看小朋友 都是属于什么底 寒底、热底 来分饮 因为我发觉我的鼻子 嘴唇红红的 是不是算是热底 嘴唇红红 一般会有少少耐热 因为他经常喝 但喝完都没有反应 通过是不够力的 不够力的 你可以试一试 通剂冲回来 和自己按这个 每五刻买回来 煮出来的效果 是完全两回事的 风教授 我还想问一下 除了刚才推介的那几种茶之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 经常喝的那些名茶 可以推介一下 人有不同的体质 其实茶都有不同的茶性 五花八门的茶是怎样分类的呢 不同的体质 应该怎样选择 适合自己的茶来喝呢 班主任还有哪些 常见茶饮方 推荐给大家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 健康知识每周学 人人都不想错过 中医教你怎样生 西医教你怎样吃生 身心健康很重要 中西医专家齐上镇 在广州台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奔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开展糖尿病病发症急救知识大型寻讲 为阳城糖尿病友提供急救锦囊妙剂 为健康保驾护航 每天拨打电话前50名可获得以下面费援助 一 价值498元贾大成教授寻讲门票一张 二 糖尿病防治书籍三五防糖法一本 三 价值358元安准血糖仪一台市值一桶 四 提供心脑血管相关免费检测 报名时间7月9至14日 报名电话400-0824-000 三 价值50年 冯教授 我还想问一下 除了刚才推介的那几种茶之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 经常喝的那些名茶可以推介一下呢 广东很有名的就是清宝两 清宝两有很多配方 其实比较常用的就是 绿豆 海带 沙心 肉粥 和二米 这个就相当好 早上可以喝咸的 下午和晚上可以喝甜的 煮好后早上加少许盐 它就清热去濕 现在是下午以后呢 我们开始加少许糖 就不用加姜 不用加陈皮 不用的了 就是加盐没问题 我知道了 加糖有很多种 有白砂糖 有红糖 有黄糖 有冰糖 冰糖 冰糖 什么糖为之最好 冰糖就会比较清润 红糖就会偏热 是 有很多种选择 是啊 黑糖 红糖 红糖 偏热 所以我就要问清楚医生 红糖就适合女人喝 那有没有简单一点 因为男人听到每种都不同 功效不同 有没有放一种都可以… 它很差麻烦 冰片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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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全家都合喝 冰片糖 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是清液解暑的 冰片糖是属于什么糖 冰片糖是介乎之间 黄糖 它又不是黑糖又是红糖 黑糖和红糖是偏热的 偏热的 健康小贴士 体质偏热的人群 可以选择广东五花茶 或者鱼腥草根煲生姜 而小朋友可以喝七星茶 年纪偏大 体质教虚的 可以喝契气养阴生津茶 不过阳虚者要少喝 需要提醒的是 这些清液解暑的凉茶 不可以天天喝 最好就是隔天喝 中医讲究辨证论 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性 请用极量、良性、中性、温性 和下烈的茶归类 我选择虎丁茶属于极量 你觉得极量是吗 是的 虎丁茶是极量 绿茶、黄茶、白茶 这些属于什么呢 梁性、中性 梁性 梁性 好了,接下来 中法烤乌鲁茶 接下来 还有一个温性 陈年生泡 中性 老白茶、绿茶是中性 红茶、黑茶属于温性 我觉得是 究竟嘉宾的选择是否正硬 立刻来看看正确答案 恭喜三位嘉宾 答案完全正确 为何是这样分 因为茶性一般是 我们说是温热、寒、凉 其实极量等于寒性 凉… 凉茶… 凉茶就不会很寒 中性 一般都可以 温性 有点偏热 其实茶叶 因为这种温热、寒、凉 是根据制作的过程 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茶性 比如绿茶 基本上它是 不会经过一个 发酵的过程 所以它基本上是 比较寒 比较寒 绿茶 那种 生泡就不会发酵 熟泡就会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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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泡和红茶 都是全发酵 全发酵的茶 它的茶叶 由青色或一些青绿色 变成磕色 或者是深磕色 它的茶性 除了颜色变化 它就会不同 它的颜色 通过茶汤的颜色 来判断这个茶的寒液 其实是对的 比如冲出来的茶 青啤啤啤的 很清淡的 这个茶一般来说 会偏寒 现在冲出来 有一些偏咖啡色 会深色 甚至乎是绿油色 这个茶基本上就不会寒 更简单的办法 你的茶叶冲出来 我们看的茶叶 绿茶冲出来 是很漂亮的 脆绿色的 是 如果是青茶 烏笼 大红袍 岩茶这个系列 冲出来的茶叶 它有几种 如果是它制作化烤度低的 它会偏青些 如果是重化烤的 大红袍 或者是物味的丹蟲 这一类 茶叶的颜色 会稍微偏啡色些 它又没有那么寒 那红茶和黑茶 送出来 基本上茶叶的颜色 就会偏啡色 所以从茶叶的颜色 和从茶的汤色 我们可以知道 茶的那种瘟疫寒凉 茶有这么多种分 但是如果我煮茶的茶具 和喝茶的茶具 有没有一些避忌 或者有没有一些选择 是需要注意的 越是嫩的茶 水温就会低 一般我们是80度到100度 所以茶叶越是嫩的 水温就会越低 如果茶叶越是老的 或者是熟茶的 水温就会越高 嗯 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茶馆 他们都会在冲茶给的同事 都会给点心 或者茶果 因为我都试过 有一次是喝那个生泡 你是喝到醉茶的 就是暈着暈着暈着 那是不是真的 喝茶的过程中 都要适当有一些食物 就是空肚飲茶 是不是对人体也不好的呢 空肚飲茶 只要里面有些茶简 咖啡因那类 特别是浓茶 它对胃就会有刺激作用 空肚飲茶 如果是胃不好的人 就一定要注意了 很容易醉 有些是浓茶 特别可能喝潮州的茶 它投茶量很高 一个杯里面放四分之三的投茶量 几杯 如果你空腹的情况下 很容易喝了之后就会醉茶 醉茶比醉酒更难受 因为要嘔吐也嘔不出 很难受 所以茶比较简单 就是吃点甜的东西 饭糕、龙眼、饼干、糖 所以一般喝茶 旁边会放一点甜品 对 其实这类甜的东西就会解茶 健康小贴士 根据茶冲泡出来的颜色 可以判断茶的寒涼瘟疫情况 一般青绿色的茶 没有经过发酵 属于寒涼 而鹤色、啡色和红色的茶 就经过长期或者重度发酵 比较温热 不同的茶 对水温和浸泡工具也有讲究 例如冲泡比较新的茶 水温不适宜太高 在了解了不同的茶的属性之后 我们来看看第二条健康考题 请根据不同的体质 选择合适的茶种 文峰,你认为阳虚体质有什么茶 应该是重度发酵的大红袍 但重 反正是重口味的 阴虚体质选哪个 阴虚? 轻微发酵的白茶 轻微发酵的白茶 阴虚,那爽的呢? 戏虚体质 戏虚就是不够戏 黑茶 红茶、黑茶、重发酵、青茶 戏虚,我觉得可以选这个 血乳体质 血乳体质 血乳是要散乳 那应该是花茶、玫瑰花 我同意 那时候女生美容或是女家 那时候喝酒 我也同意,花茶 淡湿不煮浆 不煮浆喝茶 淡湿你还… 又有淡 濕乳,我觉得应该是 轻微发酵的白茶、黄茶 不是…绿茶 红茶、黄茶、绿茶、三浦 喝凉的 究竟嘉宾的选择是否正好 立即来看看正确答案 看来三位嘉宾对哪些体质 适合喝哪些茶都不太了解 各位有请专家来解释一下 气虚,不能喝茶 因为体质一般… 现在过来大家承认的 公认的分为九种体质 这六种体质就简单一点 九种体质是阳虚体质 阴虚体质 气虚体质 血语体质 谈湿体质 以及一个湿热体质 还有一个叫气屈 以及过敏体质 但是这里… 所谓阳虚 最简单的人就是拍冻 很容易拍冻 另外大便有时不胜型 阴虚就是手心、脚心有时会发热 喉咙容易上火 另外… 阴虚会出汗吗? 会出的 五心繁热出汗 比较重的会出汗 另外容易便秘 阴虚 谈湿体质就是… 我们说人比较肥 大肚腩那类就叫谈湿 不要看我 血乳就是… 身上容易有斑 有点猛症 面色不太好 就会有血乳体质 湿液体质 湿液体质就比较明显 面上有很多油 有豆豆 口气比较臭 这类就是湿液体质的 阳虚怕冻 你肯定不能喝汗的茶 所以刚才这里的… 红茶、黑茶 或者是重发酵的茶 其实它都已经… 不太好汗了 阴虚容易口干的 口干的 所以喝一点点金寒的茶 这边是低度发酵的… 轻发酵的白茶、黄茶 或者陈年的绿茶 它都已经不太好汗了 那是不是说 比如说我是两种体质 那两种茶混合喝就可以了 其实… 会有两种体质 其实这个体质… 有可能的 很少人会… 有两种体质 完全对应了 对啊 没错了,有重叠的 很限分的 症状全面对应不是 有些A、有些B、有些C 对啊 糟了,我看得更加均匀 他可能要到医院里面 他有一个体质变色 他有一份表 叫你全部填上 哪个得分最高就是哪种 对,然后告诉你 以哪个体质为主 然后兼了什么体质 我们说是混合体质偏多 单纯的体质会比较少 对吧… 那是福教授机 还有戏虚的人 本身也不够戏 茶里面会有少少方香类的物质 他会好气 所以一般的唏嘘 我们就不建议喝茶 唏嘘有什么症状的? 很多时候不够气 就这行都不会唏嘘 不,但是好像福教授你所说的 有几种体质摘起来 不会有单一体质 那刚才不过是… 为主 我有几种体质 还有一个唏嘘 为主嘛 以哪个为主? 哪个是谈湿为主的 那我可能… 这个人会喝少少少重发酵的茶 这里是谈湿体质的 会多喝少少少重发酵的茶 大红袍他就去了谈湿 因为谈湿也是有少少偏寒的体质 但湿热是以热的体质为主 所以谈湿的体质 你为什么要喝少少少重发酵 这类的 其实青茶呢 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些混淆 青茶会包含大红袍 丹蟲 还有我们的岩茶 这类其实都属于青茶 即是隔于红绿之间的? 是的,没错了 青茶的发酵度 由25%至75% 所以铁观音是有寒的 又不是很寒的 丹蟲也有寒的 又不是很寒的 所以很复杂 比较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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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类里有分小类 是… 所以发酵度不同 寒热也不同 健康小提示 人体有九种体质 不同体质的人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茶来喝 而唏噓体质的人 就不建议喝茶 因为茶是有香味的 而芬芳类的物质都会好气 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说 喝茶会好气 接下来 潘主任将会跟大家推荐 痛风、便秘、湿眠 和解走这四种常见病的茶饮方 痛风有什么好的… 痛风大部分是由濕热体质为主 所以很多是喝酒、吃海鲜 吃海鲜的人大鱼大肉 这类痛风偏濕热体质 另外有一类痛风偏腎虚体质 偏濕热体质的话 我们可以用泡理、生泡 不要太生 加一点木瓜 生泡煲生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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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就去了核 一定不能去皮 因为皮里面带一些 夹那类的物质 是可以降尿酸的 所以这个 对于濕热体质的人的痛风 这个茶会比较好 要煲多久 以及怎么喝呢 其实煲了 一个木瓜 大概落30克的泡理 就煲了一档茶喝 煲多久 煲15分钟 10分钟 很快 你没听过 不会啊,木瓜是甜的 你脚痛的时候 多喝了 舒服你就会喝 对了 我觉得这期节目 绝对街坊要用笔记 因为很複雜 但是我们的配方非常有效 有 请一下潘教授继续 接着继续 便秘的配方是有什么 便秘的配方 一般是年纪偏大的 我们讲唏嘘的便秘 我们可以用挡心笔棋 放一点槐花 挡心笔棋 放10克 槐花放5克 我们大概是 两碗水煲 一碗多一点 加一点红糖 喝下去的效果就会很好的 年纪比较轻一点 现在很多中年白领 有多少便秘的 是的 中年白领的便秘 可能跟这种有点不同 它是偏阴虚多一点 偏阴虚就要酸甜的东西 新棉的配方有什么成分 夏天这么容易,容易心烦 睡不着怎么办 世界杯在这里踢 大家看球喝大了 应该怎么解走呢 喝农茶可不可以解走呢 常年喝一种茶 对身体好不好呢 下一集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周末吃喝爽 就要可口可乐 这么多油在身上 就这油 恭喜半天 试试太子 洗一夜 不行吧 去我很慢 给我一分钟 这么两个就过吗 洗一夜也可以洗得这么干净 一分钟起下 太子解禁这一步 冠心病 高血压 心狡痛 心脑公血不足 生活中 大多数心脑血管疾病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得回脑梗 脑抑血 即使抢救成功 也会有一半人 留下后遗症 临时救心 步步惊心 平时保心 全家安心 在这里 我正重感 向每一位 心脑血管病患者推荐 能够 保心护血脈的 单心保心茶 天草单心保心茶 食用于 冠心病 心皎痛 脑血散 动物硬化 高血压 高血脂等 心脑血管疾病 有效防止中风 偏探 心梗 脑梗等 心脑意外发生 保心护血脈 每天两杯 单心保心茶 天草单心保心茶 国家药监局批准 心脑血管专用茶 单心保心茶 心脑血管专用茶 醒药受法 来自发根的滋养 巴黎欧莱雅精油 润养系列 摩洛哥精油 润养发根 折发梢 养出钻石轰窄 油润足感 欧莱雅精油 润养系列 更有退市洗发路 明天拍封面 一日 一日 试下无敌新星级佳结市 圆白组合 米卡美白粒子 的牙真是白了 只需一日 无敌新星级佳结市 圆白组合 为预防糖尿病病发症重病突发 科学应对突发急救病 由中华糖尿病协会主办的 糖尿病突发病发症急救寻讲 全国大型援助公益活动 7月15日走进广州 我国著名急救专家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 国际急救组织成员 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 立临杨成 开展糖尿病病发症急救知识 大型寻讲 为杨成糖尿病友提供急救锦囊妙剂 为健康保驾护航 每天拨打电话前50名可获得以下免费援助 一 价值498元贾大成教授 寻讲门票一张 二 糖尿病防治书籍 三五防糖法一本 三 价值358元 安准血糖仪一台 试纸一桶 四 提供心脑血管相关免费检测 报名时间7月9至14日 报名电话400-0824-000 新年 新年配方有什么成分 失眠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火太旺的 在床上转转反側 都是睡不着 睡不着 偏热的很简单 找大概一至三刻的莲子心 睡觉前泡水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失眠是火不够的 我们说的一个是火太旺 另一个是火不够的 那火不够的表现是哪个 火不够是如何 火不够是如何 火不够是可以睡得着 但是动下就会醒醒 可以醒醒 可以入睡 但很敏感 很敏感 有时要找些鸡汤、北祺 煲煲汤也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用什么 比较简单的莲子百合 莲子百合加少许肉松茸 可以放三十克 肉松茸可以放十克 肉松是保神的 其实也是保火 保神的 这个煲成糖水 睡觉前吃 好,我们来听听解酒的配方 解酒比较… 一般喝酒的人 都是有热性的体质 所以一般我们解酒用金银花 割花、割筋、配蓝 这四味 这四味药我们就喝酒前 喝酒前煲到去喝 而且喝酒后再喝一碗 就是在酒前、酒后喝一碗 解酒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哇,这一项很严重 是的,其实它的量有多少? 文峰,你特别要拿一些笔记 一般一个人的量 割筋是30克,配蓝是15克 金银花是5克,割花是5克 那比较好喝,不会很难喝 那会不会落笼一点 就会解得更厉害 这个不是,你可以体验一下 你喝酒前喝一碗 然后,今天可能喝半斤 可以喝到8两 这么灵贵不醉 他为什么可以解到酒呢? 还有,为什么要一前一后呢? 他主要是清了热 割筋、割筋、割花 和金银花这类类 他都可以清热 去火就没那么容易醉? 他没那么容易醉 他的感觉会比较好 明白… 好了,我们进入今期节目的 最后一个环节 是健康达人汗问题 我们同样有视频给大家看看 回头问你问题,去片 可白最近去医院看检 医生说他三脂膏 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日常饮食要多点注意 可白听说 喝普利降三脂很有效 而且越浓,效果越好 可白觉得很有道理 就买了普利回家 天天洗来喝 哎呀,你死老爷 刚刚才吃不饭 又拼命地喝茶 不如出去走走就好了 不去,你想说我三脂膏 喝点普利茶,可以降血脂 你也不知道听谁说的 普利茶很虚胃的 而且对心脏也不好的 你也不懂事的 你又看电视 电视的养生专家 都是这么说 喝浓茶不单可以降血脂 还可以减肥 就算你喝,也喝淡一点 喝到茶这么浓,你看看 你也不懂事的 茶越浓,对降血效果越好 你看,你真是死呆了面颈 讲浪,讲浪都不听 喝吧,喝吧你 到时候你的胃炎發作 你就知道死了 请问,喝浓茶 是否可以降三脂呢 太浓不行 老到差不多一年纪 年纪太浓不好 如果太浓的茶 里面的茶多分 刺激心脏 据我所知 其实它的副作用也挺大 是的 也去不到降脂的效果 没错 我个人看法 其实喝茶太浓 就不是太好的 一般的葱茶 我们说葱茶不是泡茶 大概100毫升的水 就加10克的茶 就会比较适宜 比较适宜 所谓太浓的茶 看它喝什么茶 普利生茶会变寒 熟茶里面 因为经过发酵的工序 它里面某些 我们说的茶红素 会比较多 茶红素比较多 茶红素本身是可以降低 低密度胆阔醇 降脂这个 但如果你喝得太浓的茶 因为茶里面本身有茶碱 咖啡因这类的 它可以兴奋中心神经 所以引起你睡觉不好 另外太浓里面有茶碱 它也会抑制胃酸分泌 影响人对各种营养的吸收 所以喝浓茶就不太好 但是适量喝茶 对它的降脂 喝对它自己的茶 我觉得是有帮助 我们经常会看到 不同人喝茶的方法 不同 有些会一天到一刻 定住那个茶 那个瓶 那个茶叶永远是浸在水中 有一种人就是 冲一下就拿出来喝 其实这两种是有什么不同的呢 一种就是 广东这边比较流行的 我们说冲茶 一种就是内地以前 叫泡茶 泡茶 一杯泡到底 冲茶的口感各方面 它会不同 因为你冲一杯美茶 就要冲出来 有茶汤味 而不是茶水味 又不会溅味 那这个就很高要求 你要知道这个茶 我什么水温 浸泡时间 多少头茶量 冲出来是最高的 即你一泡茶有最高的 茶随着它冲出来的时间 不不同 내头3泡是出香味的物汁 后面那些還是开中的水溶物 如果一般令到15泡以后 某些不是那么好的 重金属元素 它就会浴出 所以出去一般冲浦也不是超过15泡 有研究 一天到黑浸泡的汁茶 其實是不好的 一天到黑浸泡的話 它的水溫就會變低 中毒 譬如它們泡龍井這類的 但它70度水的話 它這樣由頭泡到尾 它很多它就會比較好 冷泡又會有一種 比較特別的好處 但你看質受得用冷泡茶 所以它越是綠的茶 我們的水溫就越低 所以水溫低 但長時間浸泡 我覺得也不是好 浸到茶升了 我們說三升三降 一整條茶葉這樣樹起來 一芽一葉 你可賭出來了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第二條影片 王伯是潮山人 去年舉家搬來廣州 不過喝功夫茶的習慣 一直都沒有改 每天飯後 王伯都會沖一壺漂亮的單寵來喝 一天 一位開茶房的朋友過來追究 得知王伯一直喝單寵 覺得不太好 應該根據不同的季節 選擇不同的茶種來喝 沒所謂的 我們潮山人的飲食習慣 就是這樣 喝多多都沒所謂的 但你來到廣州 廣州的天氣比較潮濕 應該喝好梨或紅茶 對你的身體好一點 可吧 請問 常年保持喝一種茶的習慣 好嗎 喝茶有很強的地域性 其實每個地方喝茶 跟它飲食有關係 潮山人吃得最多的是甚麼 滷水 第二個是… 沒錯,甜食 是 滷水裡含很多香料 花椒、必拔、香葉、八角等 茶是寒的 所以滷水第一個上來就是肥豬肉 他吃了這個肥豬肉 他就會平衡 他喝茶的一個茶性 另外喝茶多削胃 他吃甜的東西 他就會平衡 所以潮山人的宿 如果他的飲食習慣 來到廣州 按回他的飲食習慣 他這個茶這樣喝法 問題又不會很大 但如果我們學他這樣喝茶 沒有學他這種飲食 就會出問題 那廣州人應該喝甚麼茶適宜 因為根據我們的飲食習慣 來說 我覺得是中度發酵的茶 相對來說會比較… 大部分人都合適 例如哪些會比較好 譬如是… 夠年份的普利 譬如有了15年以上的生泡 它可以順化 挺貴的 沒有辦法 另外一個就是… 單重 單重是要喝重發酵的 我們說是密味的 是密味的 是重發酵的 另外大紅袍這一類 即是拉火度比較高的 那它的性都是比較平的 但是那個量不能夠多 譬如一天我五、十克茶 其實就夠了 如果超過了之後 就省慰了 所以一定是要適量 適量 喝茶是飯前喝好 還是飯後喝 飯前飯後 其實飯前廣東人 喝少許湯 喝少許茶 這個沒問題的 等於是濕濕過… 濕濕過口 濕濕過口 但現在我們… 我們都知道我們出去吃飯 經常就是… 先喝茶 其實煲茶 一直以來 從頭吃飯到尾都在喝 其實這樣喝會不會有問題呢 這個也是要根據你的體質 譬如有些人可能一天喝 兩壺水都不夠 有些人可能一天一壺水都不需要 所以有些少許陽虛的人 他們不需要喝很多水 陰虛的人可以喝很多水 所以這杯茶給你 你不口渴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喝 所以飯前飯後 如果我很口渴的話 我肯定喝杯水 我才吃飯就OK 我都不口渴 其實我喝不喝這杯茶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問題 所以剛才你說飯前飯後 這個也要根據你的胃 以及你的體質 沒錯 如果你很餓的時候 當然不要喝杯茶下去 就越喝越餓 對,它會拿著 是吧 但有些人吃得很飽 飯後喝杯茶 可能又可以燒一下 燒一下 是 可以讓你吃得很肥膩的東西 其實黑茶 那類紅茶那類的消息是最好的 但是喝茶都會和你的飲食有關 我這段時間大魚大肉 是吧 肯定喝少許燒脂 選擇比較好的紅茶或者黑茶 就會比較好 如果是吃得清淡的 很清淡很清淡 吃齋的 又會喝少許偏溫性的茶 是的,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說夏季如何消暑 就是說夏季適合喝這些茶 那這些茶又是否可以 適應到我們一年四季呢 比如說其他三個季節 是否又要轉另一種茶呢 所以今天我們說夏季喝茶 其實夏季基本上是偏熱偏濕 一般來說我們喝法口度低的茶 即大部分人都可以喝我們說的 綠茶、低法口度的青茶、白茶、黃茶 部分的水泡 因為這類的會生瓶解渴 還有少許偏寒的可以去熱 所以夏季和秋季這類的茶都適合 但是到了冬天我們會喝紅茶 比較適合一點 對,通過今期的節目 我們學會了很多知識 我們知道夏季應該根據自己的體質 去選擇適合自己喝的茶 盡量不要用這些飲料去解暑 沒錯,可以看得出我們中國的茶文化 即是博大精深 所以有些時候選擇自己適宜的茶 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榮生的 今期節目非常感謝潘教授 給了我們很多知識 謝謝 也感謝三位嘉賓帶來我們的歡笑 感謝現場觀眾朋友 感謝你們的參與 各位朋友,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再見